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新华为您新闻话重点 首先政治话重点时间 头条讯息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在昨天也就是漏夜 征讯过后在今天清晨一点半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证实恢复自由之声 不过自由的代价得交出 2800万元的交保金 这其实呢是因为 法院呢检察官呢 一审将他起诉 要求见寝求储12年的量刑过后 那么相关的市政 似乎已经收集完毕了 所以呢他们进行交保的攻防 那么法院在漏夜审理 在27号的晚间9点半 持续呢挑灯夜战 那么相关的商人等交保过后 郑文灿是到1点25分 才以2800万元交保的 而这个交保金的金额一出来 2800万可不是小数字 他们在111分钟 大约是2点41分 就把现金送达 而这个现金呢 可是花了法院还有检掉相关人员 两个多小时来清点 之后呢 终于在今天的清晨5点02分 郑文灿走出了法院 战事恢复自由之声了 不过这么庞大的现金到底是谁帮郑文灿筹错出来的呢 那就了解是郑文灿的大哥带着好几袋的现金来保弟弟 而值得观察的是这47天积压期间似乎也让郑文灿瘦了一圈 我们到底看到7月11号他收压时呢 看得出来他西装上面只能扣一个扣子 但是到了8月27号 历经看守所 47天过后已经可以扣两颗扣子 衣服也相对宽松 连也小了一圈了 而面对如此火速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筹出2800万元的现金来交保 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就认为说 这个金流到底从哪里来的 郑文灿可以说清楚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交保金的金额呢 是晚间一点半的时候 法院来裁定的 但是银行早就关门了 到底谁家里会放2000多万呢 而且先前呢 检警也查出他的主卧暗柜 有678万元 不明来源的现金 现在另案调查 他说这个678万元 等头劳工12年的总薪资 到底谁说台湾经济不好呢 同时媒体人呢 谢寒斌也看到了 郑文灿直接离开法院的身影 说轻轻松松筹到千万现金 扬长而去了 快步走出法院 穿着日收到当天 一样的蓝色戏装外套 兼头人市长郑文灿 历经47天终于能回家了 辛苦了 能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面对镜头和记者问话 全程不发应语 面无表情略显疲态 但面对交保金额2800万元 一个晚上就搞定 郑文灿税谈案起诉后 27号晚间9点半开机压庭 无名在家被告 28号凌晨0点50分 陆续裁定交保 其中凌晨1点25分 郑文灿被裁定2800万元交保 2点41分就筹出第一批现金 3点14分第二批送达110分钟内 筹出2800万元 不过金额庞大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才清点完成 两次都是郑文灿的大哥送来 点钞后也是他签名确认 清晨5点02分 郑文灿才从8院大门走出 根据去年郑文灿财产申报显示 夫妻两人存款就有3063万多元 保险1248万 黄金存折21万 还有无比土地建物于两辆福斯汽车 没有任何债务 可见要求其2800万元 对他来说并不难 但从7月11号收押到8月27号交保 两天都穿着同一件蓝色的西装外套 收到当时只扣了一颗扣子 衣服也叫贴着身体 腰身明显 郑文灿待在看守所是7天后 这次出来两颗扣子都有扣上 但衣服相对变得宽松许多 腰线和手臂都没有这么贴身 整个人可以说是瘦了一圈 不过郑文灿人否认犯行 虽然法官认为他有逃亡的可能 但何一婷认为考量检方已经侦查完被起诉 重要证人都也拒绝 还有各项会议记录 检听一文佐证 总和考量仍然给他交保 结束这47天的看守所生活 TVB新闻当中请来听陶渊参谎报道 2800万元让前陶渊市长郑文灿 证实能够获得自由之声 不过面对这样的检调的官司 贪污他还是兼不认罪 势必还会再继续在法庭进行攻防上诉 而我们带您看到是其实检警呢 在郑文灿主卧室的暗柜里面 就搜出了678万元的现金 那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这个现金上面 来捆绑纸钞的扎条 上面有台湾银行 永丰银行 星光银行等识别的图样 那么媒体人黄阳明呢 就从这个细节里面 找出了蛛丝马迹 因为呢 根据监察院来公开郑文灿 还有他太太旗下所有的资料 还有银行账户 他发现他们的存款开户行 其实没有永丰银行 以及星光银行 所以暗柜里的现金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银行 提领出来的纸钞 钱从哪里来的呢 同时黄阳明也表示 其实检调真的是 也是看捆绑纸钞的这个标示 来破案的 因为呢 检调不采信 这500万元 是廖家父子 来自己丢包现金 郑文灿毫不知情 之后原封不动还他的说辞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返还的现金是用相提金绑的 明显有动过 因为呢 廖庆松呢 他们就说给他的现金上头 是用银行的这个纸带给砸起来的 同时跟廖庆松的儿子通话的时候 也有讲到你被监听 所以郑文灿显然知道自己已经被剪掉盯上了 而与此同时呢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他也进一步表示哦 郑文灿的收费案呢 涉案的金额其实是比高宏安的助理费多了40倍 可是比较一下两人的刑期 起诉的刑期 郑文灿只比高宏安多了5年而已 他质疑这会不会是民进党的介入司法双标的行为呢 我们党市议员游淑慧也说 台湾的司法到底有多少多少的标准 是如何检察官去起诉量刑的呢 同时他也说 难道法官认为官员社会拿钱就可以换自由了吗 随着郑文灿会负自由之身 其实政界的批评声也四起 但是这个案情还有不明的678万元的金流 到底要如何说清楚 讲明白将来也是郑文灿社会案 在法院上攻防的焦点了 而其实我们大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 今天检调真的是马不停蹄 非常的忙 因为他们缤分48路 要针对金华城的容积率变更案件进行调查 不只突袭了市议员 同时呢也瞄准了商界大佬 威京集团的沈庆庆了 而根据了解沈庆庆是清晨时分 发现检调敲门 想躲也躲不掉 同时呢他们缤分48路 就是要清查到底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是否有思乡授受 是否柯市府替他保驾护航 因为检调任用为 本来金华城的容积率是392% 变更到560之后 最后暴增到840% 柯市府还有柯文哲是否涉嫌土利 那么柯文哲也表示 明天他会举行记者会来出面 说清楚讲明白 而今天呢 检调48路调查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市议员应小威了 传出呢应小威就是接受了 威京集团还有金华城 他们的陈情 透过便当会来向市府牵线 所以最后这个容积的变更案 是由市府的长官高层 由上而下来交办处理的 但是呢 沈青津今天也发出了声明 声明当中说 跟柯文哲那种人怎么谈条件 甚至还爆料 过去好市府的时代 柯市府的时代 都有官员 透过律师或是第三方 跟他讨红包 说有机会来摆平这容积率的问题 同时沈青津在声明当中也表示 这其实是历史 还有时空背景环境不同的问题 过去他们捐地 反而还要吃容积的亏 他觉得自己相当的冤 从一早开始 台北地检署的公务车 就不断进出 因为金华城岸这把火 已经烧进了威京集团总部大楼 检联大动作展开搜索 高达48个地点 包含威京集团主席 沈青津的办公室住家等等 并带回6名被告 这6人除了威京集团主席 沈青津外 还有北市应援应小薇 应小薇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坎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以及两名各一男一女 应小薇的助理 另外还有18人被列为证人 陆续被带回问话 他们大多都是威京 中工中史化业者 因为威京旗下公司多 只要跟金华城有关的 都是重点调查对象 位于松山区的威京集团 总部大楼的B1 就是同样隶属于集团的 鼎月开发公司的办公室 由于鼎月开发 就是负责金华城的土地开发 所以也在这次的搜索名单当中 中工跟中史化也同步发重讯 表示权力配合检调 强调营运跟财务一切正常 魏京集团搜索行动持续到晚上 相较其他类似案件 的确花费较多时间 而省庆金也发生了 他说从年轻到现在 从来没有跟官员妥协或送红包 所以金华城才会黑锅杯这么大 更不可能送柯P红包 还说柯P那种人 怎么可能有办法谈条件 并爆料在柯市府 以及好市府任内 都有官员来所会 但都被他拒绝 所以他也质疑 是不是因为这样 金华城容积率才会被报复 继北检日前密集约谈 都委官员后 如今开始搜索大人物 金华城按调查进度 也进入最核心阶段 体力也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金华城他们的容积率变 根案的成情过程当中 市议员殷小薇 到底身兼什么样的位置 也成为了检调调查的重点 不过殷小薇自己也发出声明说 深圳不怕影子鞋 只是接受成情 自己是作为一个管道 来传递名义 而原本殷小薇 他是要飞到香港的 但是呢 其实在机场他就被拦下来 被海关人员来通知 他其实是尽管的身份 因此也飞不出去了 而且呢 现在检调也放出风声 怀疑他过去曾经 涉嫌收贿被搜索 而这起金华城案件当中呢 包含应小微 沈庆金 还有陈玉坤 王尊凯 以及应小微的两名助理 总共有六名被告 今天通通都被检调 掌握行踪 并且呢 带到秘密地点进行约谈了 但是应小微呢 他会觉得其实自己只是成情 但是真的只是成情 怎么单纯吗 外界就质疑 日前爆出柯文哲呢 曾经在便当会当中 讨论金华城有关的案例 实践在2020年的3月 也就是应小微的便当会 而检调搜索最后 从他办公室带走了三个纸箱 不晓得是不是相关的事证 而媒体也追问 沈青青同样都被 北检列为被告 是否是涉案重大呢 但是应小微也觉得自己很委屈 他说不合法不合情的事情呢 谁去牵线都没有用 就算他是名单 他觉得一个议员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陈琴跟市府讲 请他们进一步去协商 不过随着先前副市长彭震生 他也说这个案件呢 金华城方面跟他接触 他是觉得还是要透过行政的正当手续 才有办法来进行 但是随后便当会过后 又重启了讨论 这中间的关系厘清 也会牵涉到应小微 接下来的官司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被检联人员带离开办公室 原本不想多回应 但面对外界质疑 应小微停下了脚步 说自己不怕接受调查 我谢谢大家的关心 深圳不怕影子鞋 OK 好不好 因为现在是被北检列为被告 没关系 强调深圳不怕影子鞋 更提到是为了民众不误 只是做了一位议员该做的事 找市民到集团或任何人 我觉得一个议员该做的事情 就是能够把他们的陈情 跟市政府去 请他们协助 连续说了好几次 但到底有没有被掌握关键证据 原本应小微 预计在27号晚上飞往香港 却被告知遭到禁管 移民署将人拦下通报 上午台北地检署 连阵署大动作 缤纷独路搜索 除了应小微办公室之外 还有威京集团 检方查出应小微 为了金华城容积率问题 从109年开始 和前市长柯文哲 连续开了三次便当会 原本应该负责都市发展的 前副市长彭震生 没参加 反而是黄珊珊现身便当会当中 三次便当会 加两场协调会之后 传出拍板金华城 获得20%的容积奖励 应小微更被查出 一次在107年到110年之间 涉嫌受惠 除了应小微之外 办公室执行长王尊坎 和吴姓陈欣助理等共四人 全部被列为被告 至今华城案延烧至今 从都市计划委员 再到沈庆金 应小微 是否下破约谈 柯文哲 就要看证据掌握多少 体力配新闻 林玉成 宜文山 叶月军 台报导 而这金华城的容积变更 究竟是弊案 还是行政瑕疵呢 因为其实沈庆金 他还主张 1987年 这里是唐融铁工厂 但是配合当时是政府工业区退出城市 所以他们没有盖工业的大楼 而后希望能够变更捐地 然后金华城才得以新建 变成商业用地 现在开幕过后 现在也拆了 而且过去呢 他们去澄清说 这个容积变更 好是否出现错误 也曾经被金卡月给纠正 但是如今却成了弊案 而这过程当中到底涉案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现在外界支持柯文哲 是不是来护航财团 来变更容积率呢 而这中间 时任的副市长黄珊珊 是否是有他们彼此牵线的关系 而过去呢 其实黄珊珊呢 是军系的背景 有担任过类似的这个立委的职务 所以大家有认为 或许他跟沈庆金之间呢 有联系的管道 而易小微的部分呢 其实这三场的便当会协调会 究竟只是走过场 还是本来就是已经要帮 微经集团来进行护航 因此疑点重重 所以检调才会请他来说明 倒是台北市议员钟晓平说 沈庆金呢 对易小微而言 就是选举的金主 民众老主席柯文哲 涉入金华城闭案 检调时约谈 国民党议员易小微 并搜索他的办公室 也让外界关注 易小微在金华城案中 究竟扮演什么关键角色 就是结拜哥哥嘛 那个沈庆金对易小微 就是金主 易小微黄复兴系统出身 微经集团创办人 沈庆金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 加上易小微前前后后参与三场便当会 更替金华城举办两场协调会 地点就在议员办公室 难免被质疑扮演中间人帮牵线 但也有人质疑 易小微只是过场而已 整个案子到底要不要同意 给予20%的龙基奖励 这个是柯文哲做出的 这个跑不掉的 跟易小微应该不会有直接关系 那我也相信 议员接受民众的陈情 通常没办法了解真正的过程 意思就是上头大人早已谈妥 容积奖励从560%提升到840% 也是柯文哲拍板定案 易小微只是以选民服务合理化 市府决策 因为6月23 7月1号 两场协调会 他本人没到都只有助理出席 议员能做的顶多只有建议 真正未有行政权的还是北市府 一个议员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忍耐 可以逼迫市长说一定要给金华城这个龙基奖励 不过说到川阵影线被点名的还有前副市长黄珊珊 因为哥哥黄鼠光是退役上将 军系背景让他过去获得神庆金支持 这回易小微遭约谈后 是否意味着接下来检调可能瞄准黄珊珊 黄珊珊在这之中有没有给柯文哲有关于金华城容积放宽的建议 我想检调应该要好好的来彻查清楚 金华城按这把火一个串一个 往核心圈持续延烧 TVB的新闻物困圆成年台北长报道 而今天省庆金被剪掉约谈说明过后 集团也发出了众讯声明来喊约 主要呢这签字声明稿当中 详细记载金华城来兴建始末容积率的争议了 我们带您看到这声明当中最主要的重点 省庆金以四大的标题说明 现在呢他们是受了委屈而不是弊案的立场 还有传达心中的不满 他说为什么容积率会从392到560%呢 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时代呢 这个法规跟时代变迁跟不上 那么他们捐递过后呢 本来当初登载的容积率应该要来到560% 这是很静静的说法 但是公务员表述不清 所以这个容积率的争议实在是延伸数十年了 而内政部计划要保障金华城楼地板面积呢 有这么多 但是呢后来又引起相关的争议 那么甚至这中间过程当中 神庆金指证 在柯市府好市府 那么有官员透过第三方的律师 向他所会说 如果你愿意来疏通这中间的关节的话 来拿出一点诚意 那么呢这个容积率就有机会可以通过 但是他不愿意结果就被报复了 而同时他说按照内政部公告的都市计划 他买容积30%之后 才会来超过840%的 不过当然这是企业方面的说法 而这中间过程跟流程是否真的如他所说 还是要简调来进一步说明 可是观众朋友 讲到金华城呢 相信他当初可是亚洲最大的球体百货公司 风风光光开幕 但是经营18年似乎是因为商场的动线 还有地点没有办法带动整体商圈的连结 18年后黯然若木已经拆除要改建了 而拆除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发生了公安意外 在八楼的楼地等坍塌 导致呢有工人坠落到一楼 这样的不幸的事件 也使得金华城这一块 位于台北市金华地段的地块 屡屡传出争议也让引起外界的关注不断 威京集团在台北市打造出两个重点的建物 一个在新一区的豪宅投注影员 那另一出就是呢 刚袭登不久 现在已经拆除的金华城 而创办人省庆金呢 他过去是股市四大天王之一 受到股市重挫影响 才改投资房地产跟建筑 有餐厅专家曾夸赞省庆金擅长高杠杆的财务操作 能在夹缝中找到立基点 股市成功让他能创立威京集团打造金华城 而金华城就职最初是工业用地 集团申请变更为商业区 也多次申请要把容积率 从市府认定的392%改为560% 但六度送件都被拒绝 后转跟监察院申请 2016年监委纠正北市府认定容积率 应该要是560% 而五年后由柯文哲执政 北市都委会准许把容积率提高到840% 先见过程中 神经经曾被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指控 涉嫌掏空套立120亿要求检调彻查 但两年多来 北检查不出挪用资金行为 做出不起诉处分 渡过头空怡云 却称不过静音不善 金华城拆除过程中 还发生公安意外 8楼楼地板坦塌 石块和钢梁坠落一楼 砸死小山猫驾驶 而工地现场负责人 工地主任涉嫌执案法 过失致死罪或还起诉处分 支付公库10万元 任职的工程公司 则依执案法获得还起诉 同样得支付公库 但神经经官司产生 除了金华城案和前脚头林秉文 疑似赌债和投资纠纷 签下5张本票 对方讨债外国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今年初裁准 神经经提起抗告 也提债权不存在 民事诉讼 如今在因为金华城案遭到约谈 金华城1998年动工 三年后营业 开幕前夕 却遇上纳力台风 大雨淹没地下影城 开幕不到半年 又发生火警意外 原以为是金姬末 却惨赔18年 命运相当多权 TV新闻我欢迎加满台北播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